这个足球上正着着火,但这几个人还在不停地追着,也不怕足球落到自己的身上,一下子把自己给点着了,这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危险,就算是在天黑的时候也能够踢足球,不过就是足球损耗的确实有些大,接下来就不是点火了,而是准备了一些液弹,把足球抛在了液弹当中,在里面冷冻了一段时间,而且就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变化。 于是小伙儿就准备把足球打开,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,因为之前小伙儿也经常拆一些其他的物品,这步就拿来了一个汽车的大灯,看一下内部的结构,能拆的地方都拆了下来,不能拆的直接给砸开了,拆了之后我发现,这么一个大灯里面的零件却是非常的多,接下来又准备了几个世界杯专用的足球,看一下足球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芯片呢? 于是就拿来了一个刀片对着足球切割了起来,之后我发现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,不过最后还真的从里面找到了一个芯片,接下来又换成了1970年世界杯用过的足球。 这个足球的内部看起来就更加的简陋了,最后拿来的是1930年世界杯的足球,切开之后发现里面都是一些填充物,与现在的足球根本没办法相比。 那边就能做到的东西,情况下来的方案。 这个方案是什么,你会维 litigation是什么?